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情况怎么样 病人已经脱离危险 不出意外的话 明天早上就能醒过来 不愧是编医生 医术果然是高超 孙岗军 你看 我没选错人 编医生果然医术高超 神卫大佐 慧眼诗人 Uganda 捅心罢了 病人还需要继续观察 这个手术只能治zust,不能治本 要想治本 还需要长期的治疗 那日后 就得劳烦边医生了 治病救人是我的本分 边医生 身为大佐 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吧 你就不奇怪 我手里为什么有一个美国人吗 在我眼里 病人不分国籍 只分有病和没病 我只在乎我能不能治得好 其他的事情我不感兴趣 也不想知道 大佐你放心 不该说的 我一定不会说 边医生不仅医术高超 还是个绝顶聪明的人 好了 我有些累了 想回去休息了 好 那改日我亲自登门拜谢 宋港军 送边医生先回去 是 告辞 来 月娜 你回来了 老师 你终于回来了 对不起 让你们担心了 院长 鬼子找你干什么去了 手术 手术 给谁手术 那个美金俘虏 卫生 正好 对不起 来 小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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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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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我已经看过病人了 他身体状况 已经稳定 他什么时候才能痊愈 这个 说不好 那就谢谢边医生 费心了 大佐 那我三天后再来复诊 三天 这么久 对 我要离开三天 家中的舅舅突然病重 表妹连夜来找我去复诊 大佐 我从小在舅舅家长大 舅舅和舅妈 对我视如己出 那我的病人 大佐 你放心 三五天不会有问题 万一病情恶化了呢 这个人对我很重要 我很有把握 只要没有外在的伤害 一定没有问题 你舅舅家在哪里 我让司机送你出城 大佐 不用麻烦了 不必客气 你替我治病 我还没有答谢你 不过 这是有条件的 中国人有句话叫 池泽生辩 所以 我只给你两天时间 我一定会回来复诊 多谢大佐 两天之后 我一定回来复诊 这是偶然的吗 招待后 你直接退出 我返回 我返回来的事 我返回来 对 我返回来 我返回来 他 请查看我们的医生 他已经回家了 是 回圣心医院 把我表妹接手 是 院长 你看咱是不是 在跟苏正伟计划一下 想办法潜入到敌人的大本营 把人先救出来再说呀 腾冲是鬼子的老窝 就算加上腾北游击队的人 力量也差得很多 这么做反而会暴露我们的实力 我们不能就这么 白白牺牲同志们的姓名 那我们就放弃了 老师 既然我们与腾北游击队的力量不够 那不如联合三十六师 我也想过这个办法 最合适的中间人就是你和你父亲 可是现在你们的关系 我可以试一试 我真的很高兴你能这么做 我希望尽快和你父亲见面 我尽力 你 来 别人 大佐的车还没有见到吗 这是工作的 请开启 我们是神余大佐的医生 大佐的命令 从大佐的命令 从城外 快点离开 是 师座 小姐回来了 我还以为她翅膀硬了 不回来了呢 哪能呢 一会儿小姐跟您求和 您就别端着了 妇女间哪有什么隔夜丑啊 您就给她个台阶下 好 大小姐 您回来了 我爸他在吗 师座在书房 他还生气呢 大小姐 想让师座不生气 您应该知道怎么办 爸 您还生气呢 你长本事了 重重警卫都能逃出去 还一招把我的卫兵打晕了 行啊 有你这样的女儿 我怎么会生气啊 爸 您非管我不可 我也是逃不得已啊 好了 您先别生气了 我先跟您说一件事情 党国大事 我没听错吧 一个小丫头骗子 还党国大事呢 事关紧急 跟半括小分队有关 赵半括他们去了野人山 您知道的吧 野人山 看来您还真不知道 我早就跟你说过 连我的上级一无所知 不对 你就是打听到了 打听到的也是假的 您不相信 那我给您引荐一个人 您可以跟他谈一谈 什么人 共产党在腾冲地下组织的负责人 共产党 卓妍 卓妍 你怎么跟共产党扯上了关系啊 爸 您放心 我现在没有什么党派 这个人 是我在医学院的老师 您先别管什么党派不党派了 重要的是 他掌握的信息 共产党也不可能知道这些 根本就是假的 那我要是给您这个信息的来源 您会信吗 什么来源 腾冲日军指挥部 卓妍 你的故事编得不错 我还真找不出一点漏洞 爸 您还不信吗 除了小分队去野人山这个消息之外 游击队还掌握了一个重要信息 就是他们去执行什么任务 您看 连您上级都不知道的消息 您不觉得这个任务有重要意义吗 这我当然知道 你刚才说的那个重要信息是什么 前两天 日军向曲师调兵 这个消息想必您知道吧 他们为什么要调兵 是因为他们要押送 从野人山俘虏的美国士兵 我就知道这事不对 美国人果然有份 嗯 你要引进的人在哪儿 我带您去 老师 这是家父 这是我的老师鞭臣 来 感谢师座前两天出手将就 客的话就不用说了 说正事吧 没想到师座是爽快之人啊 你们打探到了什么 日本人把一名美军俘虏 押回了腾冲 这个人我见过 我很肯定 还有呢 这个美军俘虏 是从野人山押回来的 你们前一阵子 派了一支小分队 也进入了野人山 你们共产党可真行啊 什么都能打探到 过假 这些消息为什么要告诉我 既然美国人 都参与进来了 想必师座会很清楚 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我觉得这个美国人 一定知道野人山里面的秘密 你们的小分队和日本人 在野人山进行较量 成败生死 就在一线之间 如果能从这个美国人口中 得到一些消息 一定会让你们的胜算变大 我编程 代表共产党一方 请求师座帮忙 国共京城合作 把这个美国人救出来 我能不答应吗 如果我不答应 你们恐怕就会让我背上一个 破坏国共合作的恶名吧 师座 我没有威胁你 选择权还是在于你 如果你选择不合作 我也不会在背后说你的坏话 再说了 这个美国人和你们的小分队 生死有着密切的关系 我觉得 师座不会置之不理 这件事情跟你们共产党没有任何关系 你们这么辛辛苦苦是为了什么 国难当头 不分党派 共同抗议 国民党的兵也是中国人 他们的生命也很宝贵 联合起来 才能消灭日本人 师座 你不用马上答复我 如果你想明白了 随时和我联合 我会想知道 这次召集 我会想知道 我会想知道 要求你 少佐 出陣下 僅僅的敵人 長期間 在我的防衛範囲 好勝地出入 兵国的勇士 是很严重的 奴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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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 商人 不謹 奴隆 int 奴隆 奴隆 佐 奴雷 他 村 奴隆 樽 身 る のは外まで見送るつもりじゃないのか 前 你们看 你们快看 她奶奶的 这是人工剑子 菜头 你别忘了 我们是在深山野林里 野人山嘛 本来就是这么诡异 但这还是有点说不过去吧 这有什么可稀罕的呀 别忘了这是在缅甸 这玩意多了剧了 你别忘了 我们现在是在深山老林里边 有这玩意儿 那可就稀罕了 这之前可能是寺庙 时间久了就破败了 就变成这样了 行了 别废话了 走 是 师祖 这就是我的计划 嗯 那就这么定了 希望在合作期间 不会出现什么差错 尤其是你们深入虎穴 很可能会出现各种意外的状况 爸 您放心吧 老师是我见过最冷静的人 谋事在人 尘事在天 没有个计划是十全十美的 我们会全力以赴 但求无愧于心 无愧于心 好 师祖 合作愉快 你父亲虽然对这次合作 他已经同意了 但是对共产党 他还是有防备心的 我爸这个人 有的时候很明智 有的时候又是一根基 其实他对共产党的这种防备心理 都是敌对心态在作怪 以后啊 你需要更加多的耐心 让他消除这个芥蒂 你放心吧 我会尽全力去说服他的 当然 这件事情啊 也不能太着急 凡事啊 都要讲究方法 所谓春风话雨 潜移默化 你明白吗 明白 对了 卓妍 你要隐藏好自己的身份 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一来 是保护你自己 二来 更容易说服你父亲 如果你父亲知道我们 一起做了这么多事情 反而会引起他的反感 让你们的关系 更加地尴尬 我懂了 老师 我请求加入这次行动 不行 这次行动实在是太危险了 国难当头 鬼子穷凶极恶 还有什么危不危险的呢 我不想总被你们保护着 我应该做点什么 好 如果你父亲同意 你就来找我 可是如果他不同意 你绝对不能偷偷跑出来 这叫 破坏国公关系 我可承担不了这个罪名啊 我可承担不了这个罪名啊 爸 喝茶 你坐下吧 我早就觉得 你在做着什么 没想到你居然和共产党缴合在一起 爸 共产党怎么了 现在不是联合抗日吗 在日本人面前都是中国人 都怪我太惯着你了 你知不知道 幸亏现在是国共合作 如果退到民国十六年 你和共产党走得这么近 会给我们很多人 惹来杀身之祸 爸 现在跟以前不同了 时代在发展 思想在进步 可是历史 总在不停地重复 等将来赶走了鬼子 国民党和共产党会怎样 你想过没有 如果国共一旦再开战 我们妇女之间该如何自保 国共不一定要开战啊 我们可以建立联合政府 共产党 国民党 本来就都是中国人 都是一家人 现在可以合作 赶走鬼子之后 照样可以合作 有什么事情 可以坐下来好好谈谈的吗 你呀 太天真了 我觉得是有这个可能的 对吧 好 就算国共再次开战 不变的是 您永远是我的父亲 是我最亲最亲的亲人 爸 我请求去腾冲 跟老师一起行动 不行 这太危险了 可我不能就这么待着呀 我总得做点什么 这是你老师的意见吗 不 这是我自己的意思 我想再为赵半括做点什么 老师在阻拦我 让我来请求您的同意 如果我不同意 你是不是又要偷偷地跑出去 不 我绝对不会 我会听您的 老老实实在家里待着 但是我的心里会怨恨你 会埋怨你 爸 我宁可恨自己 我也不愿意恨你啊 你长大了 记住 千万小心 一定要注意安全 爸 您同意了 我就知道还是您最爱我了 集中火力正变猛攻 没错 我已经跟各位讲得很清楚了 其实 我早就像有这么一次猛烈的进攻了 现在恰好有这么好的契机 真是天意啊 属下不是质疑师座 我只是有些疑虑 咱们现在好不容易站稳了脚跟 跟日本人形成了对峙之势 而且日本人在太平洋战场的失利 在中国战事陷入泥潭 形势只会对我们越来越好 这个时候为什么不稳扎稳打 而是急于求成呢 孙子兵法有言 兵者 鬼道也 日本人也肯定以为我们会这么做 这个时候如果突然来一次猛攻 身为一郎肯定想不到 这样做会不会太冒险了 一旦失败 很可能会拼搁我们老底儿师座 你都想得到 师座会想不到吗 没有师座的把握 师座从来不轻易用病 师座 主委 其实我早已经有了应对之策了 只是现在不方便告诉各位 到时候各位就知道了 前一段的交战 我三十六师 始终属于被动一方 我们弟兄们心里头憋屈啊 今天 我要带领你们 出口恶气 各位 你们信得过我苏柏仁吗 师座用兵如神 属下对你十分佩服 属下愿意誓死追随 属下愿意誓死追随 谢谢大家 快起来 你给我换个新的呀 院长 人都齐了吗 都齐了 紧的步骤大家都清楚吗 清楚了 清楚了 我就是担心三十六师那边 能配合咱们吗 你放心吧 我爸既然已经答应咱们 就一定会办到的 师座 这一次 我实在是不太明白了 我们为什么要进攻腾冲城呢 我已经 跟边医生那边商量好了 给鬼子来一个暗毒陈仓 可是 鬼子已经在城外 设了两道防线 我们很难攻进去 就算能攻进去 我们也很可能会损失 很大的一部分兵力 我们只是阳攻 不需要攻进城内 目的是吸引鬼子的兵力 让他们内防空虚 给边医生制造机会 救出美军俘虏 原来是这样 传令下去 下午五点开始进攻 是 大佐 是吗 状况是什么 安定了 为什么还没有起来 那 我还没有申请 变先生回来了吗 明天是期限 知道了 师座 所有官兵准备就绪 就等您一声令下 进宫 进宫 是 报告 第三十六师弹的猛攻击 还没有抵抗 是 兄弟们 给我狠狠地打 打 你覺得如何? 你的敵是反擊嗎? 沒有… 三十六師団要來這裡 是我的軍人為止 反擊或撤退等… 無論如何都沒有 那麼… 在前面的暴攻是何為的呢? 是不可以的 是不可以的 是不必要的 為主導攻擊 真是的 真是 那些攻擊是那些男人做的計劃 那不就挑戰嗎 好 我先接著 各戰鬥部隊的電力 力量避開5km 反擊的命令 是 好 師作 鬼子已經撤退 放棄了第一道防線 看來 身為一郎 還沒有識破我的意圖 身為一郎縱然身性絞詐 但與師作的謀略相比 還是相差甚遠 那我們今天就給他上一課 船令突擊部隊 立即發起槍弓 以最快的速度 佔領日軍的第二道弧線 是 F-3 艦隊 機石 敵運 第四道弧線 跑 劉 弟兄们 给我冲啊 大佐 スウェランの手段は 既に二つの防衛戦を突破しました 実に面白い スウェラン どう足掻いても 我軍の兵力も弾薬も十分だ やりたければ 徹底的に後悔させる これからどうしますか 城内の各部隊に電力 最低限の警戒を残して 全員城の東に集結しろ 総力を上げて反撃するぞ はい 古いどもに会う時が来たようだな 時間到了 我等你们好消息 行動 移動 移動 中心 快速移動 交代をしてやる 異虫の指示を下さなかったのに 何か間違いじゃないのか 命令書はないのか 松岡さんの下した命令だ それだけではいけないんだ ところで どこの部隊だ 何の資格があって聞いてる 福田隊長は もう東に移住された そうか 本当に奇遇だ 名前は何て言うんだ 俺は 福田隊長からの命令だ 東の拠点へ行け はい 福田隊長からの命令だ 東の拠点へ行け 松岡副官にしか従えない 福田隊長ではなく 分かった いつも気をつけろ しっかりな しっかりな 大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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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敵軍は三番目の防衛戦で食い止めました ふん 強度の末だ やっと反撃の時が来た 集結が完了しました いつでも行けます よし すぐに出立つだ 我が陣地を取り戻せ はい 老外も在里面沒事吧 沒事 叫さひ 向け 回転 裏を走 戻って ウェウケンですか 君らは何を運んでいる 銃 是 工作 你懷疑了 啊 男的臭 有何本的銃 有何本的銃 你回到大学 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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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回来 咱们还真去啊 那当然了 别回头 他们还盯着我们呢 不是我说你又有什么 新的想法了 他让我们去哪儿啊 弹药库 顺手牵羊呗 走 长官 弹药補充 开 опас 再推入 旅行 快 再大 就 快快 快 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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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还抬那么多弹药干什么呀 啊 S 快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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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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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习惯者 这将会怎么办 现在全体回复 闭上门 是 闭上门 现在又撤回兵力 盆冲县内 沉门紧闭 拒不迎战 应该是卓元他们的行动 已经成功了 风儿吹得轻 梦是飞舞的蒲公英 离你很安静 我幸运睁开的眼睛 如果我不行 你将看不到我的身影 这条路将上遗憾陪伴的脚印 生命从来未停 饮到命的心 无穷无尽 我是花园 像火烧鱼 一般残忍 我是夏天 我胸口流 烈雨烟烟 我是冬啊 沿着荆棘悬崖高山 望前盛宴 爱就是我最后终点 shit 我是月季 美的都是柔軟指尖 我是山間 長山稀流 相與你 為何皆並肩 你可聽見 瀑布呼喚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